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后我们也基本上对这两个县城有所了解了 县城怎样的一个了解呢 首先我们说在那条始循环的县城里面 它是没有明文风暴的 对吧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在县城这条外面的这条县城 向地址中写入的本身就是加密的一个风暴内容 然后到那条县城中 我们说它是通过先把内容放到了一个地址中 这个地址中呢 又写到另外一个地址中 然后呢 wscsend通过那个第二个地址中的内容发送出去 中间还有一个中转 对吧 那就是我们另外的一条县城 而且这条县城呢 是可以返回到这个功能函数的 我们说功能函数的 它的参数呢 它都是这个明文的 对吧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一条县城里面应该是包含着这个加密封包 加密算法 明文封包 功能函数 这些东西全包含的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如果说你要把这个地方改成我们正常性口袋学用那样的 不过就是把这个ex里的值在这地方改一下 调用一个wscsend直接把这个a的ex里内容发送出去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话 我们就对县城发包整个的一个流程呢 全了解了 当然我们把它跳出来之后呢 那条县城也就不用管了 对吧 这个地方呢 实际情况下呢 如果说你现在只是为了找这个功能函数 那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我们在口袋学有里面的那个 Ctrl加G跳到圣的 然后下段 在这下段就跟在那个圣的上下段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呢 那个地方下段之后呢 参数里直接可以看到封包跟包场 我们这个呢 下段之后想看的话 要到这个ebp加8加4里面去看 对吧 而且这个地方啊 ebp也是我们之前说过了 ebp呢 它很多的时候呢 不一定是表示对对战 这里面很明显不是对战嘛 我们来看一下对吧 ebp它也不是对战 怎么看呢 很容易ebp跟esp看分比较相差 第一位就相差了对吧 所以说它是一个正常的普通的集成器 跟对战没有一点关系 那在这里面明白这些问题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来找明文封包了啊 找明文封包了 那看根据我们的一个调用关系啊 他在这个地方下段 外层肯定是有明文封包的 因为他整个一个调用关系 我们之前说过了啊 比如说功能靠一调用功能靠二 调用这个什么什么啊 这个主包啊 然后明文封包 然后加密 然后再这个加密封包 再发包函数发出去 现在呢这个地方就相当于 所谓的加密封包 或者是发送封包的位置啊 Ctrl加f9朝外反 就能找到什么明文包 还有这个功能函数对吧 所以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Ctrl加f9的方式 上外层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 所谓的明文封包啊 找到明文封包 那我们在这里下段 喊话吧 因为明文的这个东西啊 如果说我们对这个游戏 暂时还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 你去做一个走路啊 什么呢 你想看出来 他是不是坐标之类的 人物id之类的 你看不出来啊 这个喊话的内容呢 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对吧 比如喊111 他就是一个字幕串嘛 啊就看到这个里面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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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样 Ctrl加f9啊 返回一个call 那我们先分析这个call吧 看看这个call里面有没有明文 对吧 下段啊 同样还是喊话 哎 他自己断下了 哎 又断下了 啊 这个地方 多多少少有一点心跳很正常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继续的看看他有几个参数啊 首先呢 在这双击 df8看看他屏占情况 就知道他有几个参数了 对吧 加了4 加了4 那说明就这一个push啊 一个ess参数 那 呃 因为我们这个是 封包的外层啊 虽然是加密封包的外层 那这个ess里面肯定是有封包的 啊 否则外层没有封包里面怎么会有呢 对吧 外层如果没有的参数值里面是怎么产生的呢 啊 这个地方肯定是有封包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加密还是这个 名文的 所以说呢 要看一下 海海一串的111 然后呢 看看这个esi 很明显esi是一个结构体了 啊 就类似于这个 wcssn的那个push 对吧 这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们也不知道啊 一个一个看啊 第一个数据创能进来啊 这是一串 应该是类似于虚表海数 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虚表海数 那先不用管啊 你可以看到 进来之后 其实就对你对于你们来说呢 就是一串的基地值 啊 就是一串的基地值 后面为什么跟着game点什么什么 告诉你这个值啊 是在我们的这个游戏领空内的 所谓在游戏领空内的值 他都是什么基地值 然后呢 第二个加4的位置啊 之前就看到了什么 要要要要 啊 比如说在这里面我们知道其实 esi加4里面就是什么风包内容了 而且是明文的呀 风包内容 而且是什么 明文的 而且是明文的 我们也可以做实验啊 看看能不能 他是不是就是真正的一个明文风包 考很容易 还4个1啊 不要喊太多了 然后呢 我们到这个地方数据创终跟随 还是加4的位置看到对吧 我们把这它是4个1就是4个3 13131 从这开始 从这开始123 这有4个对吧 我们给它修改成 啊 121212 看看是不是喊出来个22对吧 但是还有一个1我没有改2221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确实是什么 明文 风包 因为有了明文风包 考之后呢 其实我们也就 呃 挺好的了 大家其实想去护个风包啊 回头我们需要分析风包的时候 可以在这个地方分析啊 很容易分析风包了 挺好的一件事啊 那么我们说我们不只说是想要拿到明文 风包回头分析风包用 啊 也可以用来 发送风包实现我们的功能 这是有了这个卡之后呢 没有很多的好处 任何一个游戏都是我们 拿到一个游戏之后呢 其实都是希望快速的能够找到一个明文 风包卡 它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拦截 大家现在还没有学到护肯呢 先不用管他的概念 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拦截 这个地方所有 我们说游戏中所有的风包都会走这个位置 那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拦截下来 他发送的风包我们全抓到 就就能分析所有的风包了 对吧 这是第一个功能 那至于怎么拦截 我们后面会讲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卡呢 实现所有的功能 啊 因为你喊话也最终是调用这个 走路也是一个 使用技能也是这个事 打怪吃东西吃药 穿装备都可以使用 就是你通过这一个卡呢 相当于一个万能的卡 啊 你可以不去分析外城的光 把这一个卡分析好了也可以啊 然后呢 这就相当于有了这个卡送给我们了 这游戏里面8% 890的功能都可以达到了 所以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啊 我们要记住下来 回头呢 是需要用的啊 那同同样的 我们说得到了这个卡之后啊 我们来看一看他的一个调用关系啊 调用关系啊 外面的功能卡 调用功能卡 功能一二啊 主包 这是明文对吧 明文封包 到进来 到我们刚才断的这个位置 就变成了加密封包 那么请问 加密封在哪 啊 加密封我们可以很明白的想明白一件事 就是从我们这个地方是明文 一直走到刚才的那个位置 啊 刚才哪个位置加密这对吧 我是从这个地方看上加密有出来的 所以说呢 从这个封头部 一直到我们刚才返回的这个位置 这么大一块的区域 中间的这些封里面 必然有一个是什么 加密封 啊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锁定了一个加密封的位置 啊 锁定加密封的位置 因为我们锁定加密封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分析这个加密封了 如果能够把加密封完完全全的分析出来 我们甚至可以以后去实现功能的时候 不用这个卡实现功能 而是怎么样 而是直接去 自己 主包 然后呢 调用加密封再调用发包函数去发送 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啊 正常你拿到一个游戏以后呢 啊 我们从讲封包第一个事开始呢 其实想做的事就是为了找到他 正常一个游戏 你找到他 然后用他来实现 所有功能以及拦截所有的封包是可以的 正常情况下 最好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就是 我们拿这个地方拦截到所有的封包 然后呢 找到加密包 加密的那个功能 我们把它挖掘出来 自己用自己的代码去加密 加密之后呢 自己用发包函数发送 这样有怎样的一个好的优点呢 大家想我们拦截之后的封包 是我们自己的代码去写的这个封包 没有经过游戏任何的代码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把它的加密函数挖掘出来 自己进行加密 没有经过他的游戏代码 然后呢 我们再通过系统的发包 还是发出去 也没有经过游戏的代码 那么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我们整个实现功能的时候 没有对游戏的代码进行任何的调用 这样的话是最完美的情况 但是百分之七八十的游戏呢 我们很难把它分析的这么透彻啊 那这个游戏呢 还好啊 我们尽量的把它分析透彻自己来实现 是最完美的一种情况啊 当然如果说不能做到那么一个极致的情况下呢 正常啊 百分之七八十的游戏 我们只要能找到这个明文封报告 也是非常好的啊 那我们明白了这样的一个道理呢 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锁定了一个加密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下个课呢 就来好好地分析一下加密函数 然后这个课内容呢 写到这里 谢谢大家